全球大停电之前这里原本是一家污水厂 此时他们却用来生产毒品 盘子里面的东西名为青江 乌鸦部落将其卖给其他部落换取收益 奇亚诺第一天上工就遇到一个新善的工头 安慰他说被分到这里他很幸运 因为这里是包装组不是制造组 奇亚诺听得一头雾水 心想都是在这里受苦受难能有什么分别 工头一把拉住一个形体呆滞的奴隶解释说 这就是去制造组的下场 生产青江的同时会散发出蒸汽 当人体吸入后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在那里待上的几周也许就不能说话 严重点就是痴呆傻 而包装组虽然也有蒸汽单并没有制造组能 即便是待上几年也不至于那么惨 另外工头还好心地提醒奇亚诺 千万别用眼神对视这里的监工以免他们起疑心 怀疑你走私他们的情江 最后只会死在钢丝之上 听他这么说奇亚诺惊恐万分 询问是否有逃出去的办法 工头一抬头看向不远处 并告诉奇亚诺方法就在眼前 通过前方的隧道向左一拐就是大门 很明显他在取笑奇亚诺不知死活 毕竟他在这里这么久 看到过很多想要逃出去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除非参加生死决斗 乌鸦部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奴隶只要能在决斗场活下来 就能成为真正的乌鸦部落战士 从此获得自由 至于参加生死斗的机会则由瓦解决定 听他说完奇亚诺心中有了自己的打算 与此同时 摩西带着艾迪前往好友阿米娜住处 偶遇了一个小河沟 利用望远镜查看后确定没有危险 就打算在这里休息 紧接着摩西拿出自己珍藏许久的宝贝 这是一瓶大停电之前的陈年罐 就连开启的方式都是那么特别 手指轻轻一按开罐器自动将盖子切开 可就是这个罐头的卖相让人看着没有胃口 勉强能闻到一丝鲜肉味道的残留 摩西小心翼翼的塞进口中 几秒钟就恶心的吐了出来 幸好艾迪从小生活在布鲁 父亲教给他很多野外生存的技能 稍微动点脑子就抓了一条鱼 没多久他们总算赶到了目的地 可刚一下车就遭到了子弹的袭击 吓得两人立马躲了起来 艾迪戏谑的说哪有朋友会向自己开枪的 摩西只能无奈的说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 还没等两人的话说完又是一情 之后就看见一个女人从房子里面走出来 摩西乖乖的举起手和她打招呼 阿米娜举起枪对准了摩西的脑袋 要她拿出一个不开枪杀她的理由 摩西见状急忙转过头示意艾迪 艾迪兴领神会 从兜里掏出了魔方举过头顶 当看见魔方的刹那阿米娜两眼放光 接着就将两人盖进了自己的研究所 阿米娜也不卖关子 说自己可以修好但也要点好作 摩西也不吝啬 答应修好后就将其出手 可以送她10%的利润 对于这样的结果阿米娜十分满 之后就开始了她的表演